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今天经文送到了入法界品 事实上从昨天讲到大决心体的华言 它到最后的这两品中 就是直接陈述 如是决体之中的最后庄严 所谓的最后庄严 就是决心之中的毕竟圆满处 静体照色之时的最后庄严 就是呈现一切静色的种种辉煌的地方 只认其一切静色繁星之所 就是静体静性的最亲民的最后庄严 但要讲到这如是的最后庄严 它当然不能离开大决体中的体相用中 为一切行者陈述 这个体相用也就是经提之前所说的大方广三字 所以站在这个体相用中 那个根本决体的那个大 那个大相你是不能够用一法一相来衡量它 来限量它 所以古德都说大相无形 大的相是无形的 你不能拿哪个量来量大 若是大是可以被你所量 被你所计量的 那都叫小 你能够含荣一切所量 含荣一切计量的 那就是大 那是根本决体的体大 所以决体的体大 既然你不能够拿任何的 所有一切能量所量来量它 但是大现前处就是一切能量所量 这个决体能够现出一切世间的能量所量 但是你却不能够拿能量所量之中的 随取一量来量如是决体 但反过来说 智者所谓的觉醒者 也就是世门弟子 它更能够在这个不能够以融合任何量来量的根本决体上 它才是真正先前担当一切量出 因为你不能够担当现前的一切计量 你何必说不能量 你要忘说一个不能量 你那个不能量是跟过去能量之中分别的不能量 那不能量还是理在所量之中 你所量一个不能量 那个量就是跟能量分别 真正讲到根本无所量 不可以量 那是因为它能够骗尽一切量 骗尽一切量处就是方 所以它在这一切量处 它处处都能够成就 处处都能够随缘 就是方 在这个方中 你才能够现前成就一切庄严 那就是广 决心若是没有如是的体大 你根本就不可能能够有真正入世 直到一切世间万法的种种的方大 你若是不明白心体的这个方大 你也就不会真正看到 现前所有的一切应用 现前的广中的一切大小 所以就这个大字 就是讲尽你的心底的深处 假如你真正能够明白这三个字 也能够明白佛华言 这个真正的道理 这个人就在现前的一切烦恼当前 他就知道如何断烦恼 他在烦恼的种种幻影当前 在烦恼种种感受当前 他只要知道是绝烦恼自断 就好像尽色现前处 你要知道尽色就是尽体 尽色的种种虚妄 视力自然消邪 假如你不知道是尽体 那尽色之前你再说怎么样 怎么样的自己心中起什么样的抗衡 那都叫做痴人 那都叫做流转 所以不明白道理时 你连烦恼都断他不得 因为决心现前时 就是一切感觉 在感觉处你要是被决 就是忘记了决体 那就成烦恼 所以烦恼的凡字 从火从业 业者是什么 业中国人讲是一些手投手的意思 就是一切大觉心体 随缘感受时 在心中那个炽热的源头 炽热就是火 为什么会炽热 你在觉中随缘有感觉时 那个感觉现前处 就是觉体的 最先现前的炽热相 可在这个炽热相中 你若是忘了觉 那这个炽热就变成烦 从此以后脑乱你的心源 就是脑 就开始成脑 你要能够在这样子强势的 所有一切过去流转的事例里面 你但要知道道理 但要听到根本决体的 种种的这种道理的声音 这个人开始就懂得如何 当下断尽烦恼 当他真正讲到断尽烦恼处 他不是像一般众生 他是抓着烦恼断烦恼 他是根本知道烦恼虚妄 根本知道原来一体是绝故 所以烦恼自断 所以在大圣经典之中 在常说不断烦恼 烦恼自断 就是在这种智慧底下 念念用功 他不是在烦恼上断 想你还有烦恼可断 表示什么 表示你还在被绝诛成 你念念还不肯认他 他的决体 所以行者就是要什么 行者就是要发心 在心中立志 念念之间再也不随足 众生过去的之间 任何的那种氛围 能够超越过去所习惯的 众生之间的氛围 这叫难行能行 这叫苦恨 因为那个根本不是 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思维的模式 但你却要把那种模式 整体在你现前打破 所以这是行者 不同于一般众生发心的 当下的下手处 你真能够在这边下手时 你当然知道 决心献一切感觉时 决心绝对超越一切感觉 因为它超越一切感觉 所以它才能够明白 现前一切感觉 镜子能现一切 镜色时 镜体一定非种种色 非青非黄 非赤非白 非大非小 因为它是非故 所以它才能够 现青现黄 现大现小 现赤现白 决心也是如此 所以当你用到这个决心时 你现前一定明白 第一个心中的 当前的智慧 就是离世间 当然这个离世间 再也不是众生 过去的众生之间 以为真的有一个东西 可离 所谓的离 那是心体之中 对于现前 所有的一切之间 现前 它已然地超越 那叫离世间 所以在这个智慧上 所以在离世间品的最后 经文中说 佛子 此一切菩萨 功德行处 决定一华 就是这一切 大致现前处 你用到一个决体 能够现出 种种 有情世界处 因为你有情 都要用诀 才能够显 才能够知道有情 哪个有情 能够自己觉有情 有情他自己不觉 什么叫有情 因为觉故 才能够知道一切有情 所以在这个觉 才能够明白有情处 就叫做菩提萨多 你能看到心中的这个智慧 这个人就叫做 修菩萨恨 念念在心中建立菩提萨多 因为他在一些感受时 他就是在建立 根本的大觉性体 感受现前处 就是一切有情戒处 但难怪有情不是觉 所以从头开始 你现在所谓的下手处 已然就不是众生 必定要流转的业力 因为不是必定流转的业力 它也不是像过去一般 外道二圣 你非要避开有情 再找到一个亲近 你就算想要避开有情 再找到一个亲近 事实上 你要真正想要找到 一个亲近觉是绝无可能 就让你能够感受到 有一个亲近的感觉 发花经讲 不过化成而已 你以为有感觉的亲近 这个亲近还是觉 因为你想避开感觉的束缚固 所以在觉中 因为你赤成固 在觉中为你的身心 为你发的那个赤成心 化现了一种 好像超越一切感觉的化镜而已 都是化成 因为绝绝的亲近 跟绝绝的不亲近 都是绝 都是绝中 绝根本不需要在 不亲近之中找到亲近 也不需要在亲近之中 避开不亲近 你只要知道是绝 那才是真亲近 这个绝中 你亲不亲近 多一点声音都叫多余 多余就叫做有余 就是有余 你就还留在有余之中 这么让你觉得 以为超越 那不叫有余涅槃 所以你在这个上面 知道一些菩萨 功德行处 行处 决定一华 普入一切法 普生一切智 超诸世间 离恶圣道 不予一切 诸众生共 心能照料 一切法门 增长众生 出世上根 离世间法门平 这是这道决心啊 你就自然在这几句话中 你就能够慢慢深入 慢慢体会 它不能普生一切智 因为现前的一切感受 哪个不是大觉心体的 根本的亲民 过去因为你背离了觉体 站在任何感受之中 你抓着现前的感受 因为你抓着现前的感受 所以其他的感受 你就不能知 不能见 不能明白 这不是佛法 心理学就是如此 将来你在过去所捉持的这些 不能见 不能知 过去所执着的某一个感受 某一个刚强的执受 你突然知道原来是觉体 根本都是一体的绝命石 你当下就能放下 现前每一个念头执受之中的 执着的力量 当你放下了眼前的执着力量 你虽然还是看了这个感受 你虽然还是看了现前的境界 但你却能够在现前的境界之中 在现前的感受之中 他能够普生一切 差别境界的同时智慧 都能升起 这也就是道家所讲的 他能相生 你站在黑你就知道白 你不必离开黑你才知道白 你站在苦你就知道乐 你不必离开苦你才知道乐 他为什么能相生 因为绝体相生 绝体从来非种种法 也就是昨天讲的 你感觉到一切对待之中 苦绝对不会知乐 所以苦不会知乐 能治在苦中知乐的 那个绝体是绝对待 它不是对待 它是超越一切对待 但是绝对待的绝体 现前处 那是一切对待 你不能说绝对待 现前是绝对待 绝对待 若是还有一个绝对待 绝对待就等同对待 因为你有个绝对待 在对待对待 绝对待就是 你绝对 连对待都无 所以他就能够 现前都是对待 因为现前都是对待 我才能说你是绝对待 这是汉传佛教的逻辑 这是汉传佛教 一直留下来的 这佛门之中的真谛 你要明白这个真谛 明白这个逻辑 你行者一个凡夫 在最初下手术 你就自然就能够相信 必定将来断尽烦恼 你只要肯学 因为你才真正知道 原来这一念心 你念念之间 与十方诸佛 共同本具如是功德 你在那这一念心 将来一样可以 看非看白 看一切法 诸佛正到这一念心 正到这一念心 一样知道一切众生感觉 就好像你真正照到 静体 静体依旧现色 万千变化 可是就在绝性感觉 这一个点上 明明它同体是绝 你忘了是绝 那就是差别业力 那就会固执起 种种虚幻的势力 所以那叫做忘 佛门中说忘 是真的是忘 忘到什么程度 忘到你感觉势力再强 这个差别业力 种种感受再深 你只要有一念之道 原来同体是绝 幻影全收 一句全收 就是这么虚幻 你不肯认 你还在念头之中 捉持的种种众生语言 你当然不知道 为什么如是 法如是故吗 你一直抓着众生的气氛 那你锁起的就是众生的知见 因为你锁起的就是众生之见 所以你根本跳跃不出 众生感受的束缚 你站在这个众生的感受里 当然不知道别的感受 你连别的感受都不知道 何况你能知道什么叫做绝 你躲在感受里面 是隔音之谜 真的音不同 就是隔音之谜 但是你能够明白一切音的呢 那是超越一切音的 根本的大觉体 什么音有什么觉 什么音有什么样的现象 什么音有什么样的限量 你为什么能明白 因为你是根本站在觉中看音 站在觉中看音 他也知道隔音的知谜 但是他知道隔音之谜处 这个觉从来不因为因隔故而迷 从来不被因之所隔 所以这叫做 昔能照了一切法 这一念心才是增长众生出世善根 我们讲增长众生出世善根 你过去在每个念头起处 你根本只随尘 连根都不知道 你小圣法都要在尘上见根 那个根一定是什么 那个根一定是 他能够擅持一切尘相 那叫根 因为根能够担当一切尘 你站在根中能够明白一切尘 所以在众生相中 一切感受现前处 你再也不足 幕后的尘中的势力 你那一年之间都知道 一切念头现前处 在眼叫见 见者是根 再也不足相 在耳教闻 闻者是根 你最少都已经是身为人法 你已经常注于根中了 但常注根中 那当然反过来讲 你才知道原来 这一念心随一些缘起当下 他念念都是什么 因为心能够随缘故 所以在这个中间 就似乎就有根有成的作用 事实上整个根成 其实就是绝体 但是绝在作用当下 就能现出是根是成 所以站在一切尘相 现前处 其实都是你根本 能入一切众生相的善根 就是你的善根 眼尖尖色 眼是根 所以古人过去中门 有一句 有一个石牛图里面 古德行这样的 看见花束就迷了眼睛 听见婉禅就忘了耳朵 就你看到一切东西 使你就忘记用根了 你要知道是根 还是声闻最初回头住 汉传佛教讲的大圣佛法 那个大绝体 他当然明白一切众生的现象 所以现出众生时 就有根有成 你最初回家可能要知道 你一定破掉成中的势力 要回到根 但是你为什么能够破掉成中的势力 能够知道根呢 是因为你在心底深处 你能念念之间 在绝体上成就 你才能够照见见次 照见根成 然后你根本不在绝体上深入的话 你但说根成的 说根搞不好都是你现在 潜在意识 还是被绝 忘了一个名字叫做根的 叶干而已 你现在真正的必经觉中 你当然知道什么叫做根 因为它能够深入一切众生相 因为它能够深入一切众生相 回头的时候 你就会善用一切众生的剑刺 众生就是心里随缘的 种种剑刺 所以这种剑刺就叫做菩提道剑刺 最终因为你知道觉 就好像一个人最初知道要向善 因为要向善故 所以它自然在心中就会什么 就有小善 中善 至善 假如你根本不知道向善 你说小善 中善 至善 绝不可能 搞不好小善你就以为是必经 那为什么你能够在心中自然启成 小善 中善 上善 是因为你发了一个要向善的决定心 你才有剑刺 我想要好好读书 于是乎我就能小学中学高中大学 你才能够有剑刺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读书 小学你就满足 你根本不会知道剑刺 所以菩提道剑刺一定是在哪里说 就是在根本发了必经的决心 所以一定要在最初行者 最初下手时 最初接触佛法时 在根本的启蒙教育上 就要告诉他万法违心 念念就在心中作文 念念每一个文字要在自信中会 他习惯于万法违心时 他自然就能够什么 就能够入下世中是上世 最初已经知道是心 但是于一切明相明目 心中还不是特别明了 但是毕竟已然不同于一般 众生的思维 众生的业力 众生的业力是必定 在任何感觉之中 像末而逐 逐末就是众生业力 镜子献色之时 你要忘记了镜体 那个色就是让你一直带到 色的最末少出 那众生的业力就是向末 决心献去缘起时就是众生 那个业力 你站在众生上看业力 它就是意思帮你带进众生的气氛里 朱末 但是你在这么强的众生的业力当下 你知道是绝 所有的众生业力就回头 那个回头不是不知道众生 他会知道原来镜体 能明白镜色 所以站在镜体说众生 众生二字没有过就 你忘记镜体说众生 众生就是 三途六道 心经就是如此 所以你自然就能够知道下世吧 虽然还不能够明白 但已然不是众生业力 念念之间已然知道归家 念念不断的精进 念念不断的鞭策 自己念念手持 下世 世就是现在的作用 力量 智慧 下世 因为是绝部 所以你在下世之中 念念不断的熏悉 求勋慢慢 觉醒朗现 于是乎 在现前的一切作用之中 他再也不必念念叮铃 再也不必念念自己 自己还在念念鞭策 随缘所见的一切感觉 已然知道就是绝体 中世 那是心中的纯属 你一定到中世 先前的一切应用 你就马上能够现用中世 所以在一切于性于相 你再也不会躲在 性上的众生妄想攀缘 但是念念之间 他知道什么性故 什么相 什么相故 他都知道是什么性 因为什么相故 他都知道是性 所以在相中不躲于相 但是毕竟明白一切性 他在一任合法中备定 离一切相 集一切法 他已经开了剥割制 那个离相不是说刻意回避 那是根本不住在相中 因为他看到一些相 他看到的是心性 看到的是法性 看见世间 种种相他也知道是心性 看见大山 看见大水 众生看的都是气世界 气世界的气物 行者看到这一切 大山之中 他传达你是心性中的高远 获达 大水之中 是传达你根本 心性之中的光波流远 你要是心性 断了这个高远 你将来活在世间 纵然有山 那个山上一点生机都没有 纵然有水 那个水中 根本都是枯河 干涸 所以你将来才知道原来你感觉的世界山川土木 哪个不是你现在心性所显 什么样的心就现什么世界 有得的人到任何地方 山光水色 马上就变 变得祥和 没有得的人到任何地方都祸害此方 一切 风水 所以佛们之中知道的风水是胜过一些世界风水 佛们知道的风水是知道心中能够感化的风水 世界人所说的风水还是抓着气界的感受 彼此不断地唯唯唯唯唯 想找到一个风水中的庇佑 那光这一些话都听得出来 多么委屈 你要真建立风水 要在自己心中发源中建 建立 所以你就自然而然就在一切法中 你念念之间 你愿心专属库 将来在一切念念之间 于性于相亦然远中 它再也不会躲在一切众生之间 不但不躲 它还能够什么 还能够开现一切世间形象 所以它有得的人走到一切地方去 它根本心中不动 一切地方的所有一切风光 所有一切山光随色 随着它变 那就是以绝应绝 因为你将来才会发现 一个世界 你感受的世界 没有一法离开过决心 那能够以绝应绝 那个绝中印出来时 能够改变世界 改变山河大地 但是这个改变 再也不是像过去 凡夫以为的变魔术 那些怪力乱神 所以它没有半点世间的那种 祈求 半点世间的感受的追逐 不像现在讲到上世 中世 下世 就是追逐那个上中 下中的那种怪力 以为上世之中 就有胜过中世的力量 中世就有胜过下世的力量 这个都不在法中 不在信中说的 所以到了上世 他就一定有正量 所以这个人是有正量的人 所以他不管是不是出家 他不管是不是个男女众 我们都要把他当成上师 那一切穿加沙的比丘 比丘尼 他会在一个在家女众 面前当他是上师 你还好意思说你叫菩提道次第 那个就摆明了就是什么 你在追逐怪力 因为你认为他是上师 你因为他有正量 所以他就可以如何如何 潜在意识就是追逐怪力 那个根本决体是根本不相干的 所以你就知道现在世间人 望说佛法逼逼皆是 导引众生的逆逆之间 都是在这些感受上面 他从此以后虽然说觉 虽然说像佛 可是却在他最初扎根之时 逆逆就躲在什么 妄想分别 追逐众生业感 永远流浪 就永远 你不然说 那不然他为什么要信他 因为他有正量 那光这个就是什么 怪你 就是乱神 在大觉体中的上师 是根本知道一切像中 心中根本没有任何的稀计稀求 觉得好 觉心非好 觉得坏 觉心也非坏 觉他不可 他不要不必 你要用在觉中离好离坏 自然觉在随缘献好献坏事时 你因为都是觉故 所以在觉也不迷 在患 你还能够什么 倒坏 慢慢慢慢 还能够入你的祥和气氛 这个中间根本不需要任何怪力造作 这叫做出世善根 这叫离世间法门凭 所以它不同于一般世间 假如还在世间上那种追逐怪力 那根本就是世间人 那就是世间业障 你能够明白离世间法门凭 你才能够往下读入法界 你要是根本不明白离世间法门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 觉体之中的根本超越世间的亲民 你怎么还能入法界 你首先一定要知道 这个大觉心体在一切感受之处 它为什么能够启程一些感觉 它一定是超越一切感觉的亲民 你能够明白这个超越一切的感觉的亲民 所以现前当下你的智慧 就有敢担当深入一切感觉的大招 这心境就是念念之间 不断剑刺为你批驳讲述 要是这个讲述不明白 你根本都还不知道这个决心 怎么样成就 怎么样不列 开发的 所以不知道不列 就是不知道华言 那个言字叫安不出 这个言字就是安不 所以要到入法界时 在最后面他告诉你 欲使诸仲生 离苦长安乐 欲令生语义 西语诸佛等 应发静刚心 学此功德恨 你要真正想要诸仲生 离苦长安乐 你要发静刚心 什么静刚心 在一切感受当前 你再也不被感受流转 你觉得流转都是绝 你要念你之间 现在熟悉 怎么样当下 你要真正供养于绝体 供养于绝体 就叫供养诸佛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 在经文之中 讲到这个人过去有善根 因为曾经供养多少多少佛 我们会觉得 我可能没有希望 我现在连一佛都没看到 我怎么供养佛 将来怎么可能有善根 但是假如你是真正知道 这个心境的人 你在每一个念头几处 过去念头几处 再黑你只认黑 今天在念头几处是黑 我都知道那是绝 我在黑中 虽然黑是终身相 但是借相我就知道 明心嘛 借相当前 我供养是能现黑的黑中的绝体 所以你在每一个感受 现前处都是什么 供养十方世界诸佛处 一切绝体现前处 然后你都能够供养十方世界 一切诸佛 现前处 就是在每一个感受当前 你都知道是决心 你站在决心几大供养 你站在根本绝体上几大供养 这个人就当下就要供养十方 一切诸佛 所以当然就现前处 你在黑 过去不知道是黑时 黑就起成黑的种种势力嘛 黑的势力就是什么 苦直嘛 中国人讲苦是什么 妄直嘛 你妄直 直受太深就是苦啊 所以讲的苦苦相逼 苦苦相逼 那个苦就是不断的执着 因为有苦直就是苦 当你现在在黑 你过去感受这么强的苦直时 你已经知道是绝了 苦直就断了 为什么知道是绝 苦直就断 因为知道是绝 叫做供养佛 所以供养佛处 当然能够明白 随缘的一些众生相 但是明白众生相处 这个众生相的势力 众生相的业感 已经回头了 就像镜子造色之时 不管它现什么色 势力都很强 但是虽然任其他的色的势力再强 你只要知道是镜体 色的势力再强 也都是镜体的势力 你根本不必去灭掉镜色 那那个都是镜体的势力 那叫回头来 所以那个叫做西与诸佛等 那个真的叫做西与诸佛等 要发静刚心了 学此功德 为什么叫静刚心 我说过那一念 不是一般凡夫 意识之所能思维的 它不是凡夫过去思维的模式 那是一个行者 踏进佛门以后 那为了自己改同换面 念念批驳心意识的 思维的下手处 光那一念发行 那一点上 你知道不知道 他要经过多少次的跌跌撞撞 多少次的种种业障 种种那些痛苦的感受之中的 不断的洗礼 他才能够渐渐在心里 批驳出一点光明 一点知道原来那个下手处 那才叫做金刚心 你要学此功德恨 你明明之前就要在这个上面 再也不违背 如是大诀 叫学此功德恨 你明白这个功德恨 才能叫万普光三会 昨天讲过的普光三会 才能叫万恨原修 在一切感受 一切行为当下 你再也不是个别说修了 就是一体 当前就知道修 法华金讲 为此一事实 于二则非真 因为你就知道那是大诀体 因为大诀体现结束 所以你才能够知道一切缘起的变化 如是法固 就是如是相性体力作 因缘果报 本末就近 实如现前 你为什么能够知道实如 因为你站在决心看如是法 远如是法就如是相 在黑就黑如是相 在白就白 白的相 一直到因缘本末 你为什么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自相开始 一直直至因缘本末就近了 本末就近了 因为你在决体这一点上看 就能看清楚实如 你要背你的决体 你永远只能被每一个感受之中迁移 所以你不但失去感受 甚至于你根本不知道剑刺 你不知道剑刺 也不知道他的种种感受 就是剑刺的安部 剑刺的开发 那叫华言 所以华言到你要真正知道这一年心事 你必定知道一些缘起的安部 那个缘起之中如是相物 如是法国就有如是相 如是相如是性 相性中就出如是体 如是力如是作 你都清楚 那为什么说现如是做时 你却不迷惑呢 因为我在决中看如是作 法尔如是 法尔如是叫做大决先前 因为法尔如是 我才能肯定你 你永远住在决心中看一切 你永远住在决心中看一切 那叫一佛衬 那就是一佛衬 可有二衬 不要说佛门中如是说 人老庄的思想都告诉你 从来无二 那个大道无为啊 为什么无为 因为现一切感受都是决 决在现决 他根本没有造作 决在现决从来不二 不二故就无为 虽然不二的无为 所以你好似感觉到 有种种差别的剑刺 差别的剑刺的呈现 只不过是让你更灵明明白 那个决心的呈现而已 但是众生却根本让你灵明 明白决心呈现出 你却妄作有为 这将来难以归家 将来你就永远回不了头啊 你要真正知道这个时候 叫苦海泛池洲 你在过去这么样大的宗中 众生感受的苦难当下 你已经可以什么 你已经可以运载运渡了 就是门口那一艘池洲 那艘倒船 大船 所以今天若是在华言法会之中 每个人都能够如是观 女会的菩萨都能够听完如是声音 念念虽然不熟 但已经愿意念念之间 在这个上面思维了 再也不用过去终生参加法会时 只是需求怪力 能够拔记什么样的 这种反复委屈的念头 当下已经发愿要在自己心头之中 找到当下在法会之中 共同在法中与会 叫法会 这个共同的发心 那一艘船将来烧掉 真的叫慈舟啊 烧是烧在你看得到的法界现象里 也表示你用了心 也是用在法界的现象里 其实法界的现象 它其实就是那一心 你虽然烧在法界的现象里 你烧的法界的现象将来会还会于一心 所以心是不能够离开像的 没有说我知道这个心 我不要像 我就不必要修什么 错 知道是心 所以在像中你会比别人更尽情尽深 哪个像不是心 所以你会比别人更懂得理尽诸佛 你会更懂得安部一切法像 那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 汉传佛教怎么都是这些像 你不懂发心都是像 你懂得发心 借像明星而已 你要是将来说不需要这些像 只要全乎一心 这个人叫断面 将来你有了内心 你都不知道能够起身什么方便 所以那是苦矮犯此周 一记全收 真正是一记全收 法义一其周 这个法义一其周 所以讲到这个一字 那是真正已经知道那个决体的一了 那个担当了 大觉心体它本来非种种相 但是它现前一定是种种相 那我为什么能够证明大觉非种种相呢 汉传佛教的逻辑 在于它一定能现种种相 所以我证明它非种种相 所以不同一般的逻辑 因为它能现种种相 所以你就不能拿哪一个像说是它吧 因为你不能拿说它是哪一个像 你不能说它是哪一法来量它 所以它超越一切像 超越一切法 叫做非种种相 你不可以拿一法一像来量它 为什么它非 因为它能现一切 所以普贤叫骗极 骗雇 所以它才能够法法不多 讲你能够度 你要是真正是一像 你根本就不知道相 你知道一像 你就不知道那一像 你不知道那一像 其实你也不知道这一像 所以那个是根本心中的作用 所以那个意义中 是本来大觉心体之中 不管陷进一切法中的时候 心中的根本的平等 根本无差的性德 那是一眼 但是它因为那个无差的性德 所以它才能够现出种种差别 所以现出差别叫做大 把这个一加上那个大 就是天界 天 所以觉心现前处 都是什么 天界 入世间就是天 从无色界开始 所以将来你要是在过去 你们已经送到了 在实地菩萨多作 摩西首罗天王 色界 色界主 也就是说什么 你就在色中的最原名处 其实就是你绝体的 根本超越色的 根本的本来面目处 你要怎么找到 你的本来面目 就在色究竟的摩西首罗上 体会本来面目 你要怎么找到 净体的亲民你就要在造色的 净色的最 具足的原名上 那就是净体 无色的光辉 这种逻辑 汉传佛教有 所以说谁说汉传佛教 没有下手出 你懂得汉传佛教 念念都教你如何回头下手 所以现出的都是差别 现出那一大之中 都能够现尽差别 从无色现色 因为那个决体从来无色 那为什么是无色 因为他要现色 因为现色你才知道无色 但是本来决体能够现出 色时的那个无色 是本来决体的亲民 但是众生却在这个无色之中 背离了决体 那个无色就变成了 缩脖开始流转的最初的业力 就是常常听到的一句话 绝海续空起 缩脖夜浪流 你还不要到色就是夜浪的 你才觉得虚空就是夜浪 你觉得到一个空 你就已经准备 准备对待一切感受了 那就是流浪主 可是就在这个流浪的差别里 哪一个不是你根本 一体能够流出的 一大的天性天德 儒家只知道天 他在这天字没有再超越 佛门他可以善用一切文字 但他绝对不堕在任何文字里 说天也不被天所福 但是他毕竟能够知道什么 知道一切决定之中 必定能够成就一切 一大之中的世界 那个天德 所以六念最后要你念天 念天的目的 不是要你念天神 念天的目的 是要你念这个决体 必定入世的一大 那叫念天 前面要念戒 就是你不能忘记决体的韵律 规律 因为念这个 知道这个决体 必定能随缘的韵律 所以他就能够念天 显出一大 所以念念都是让你倒归回家的 不让你归回家的 所以在这个上面才能叫法义 义其中 我这样讲过时间到哪里 然后再看到入法界了 大家知道那个一大 你明白那个根本离世间的心中的清静 最少上他都能够体会原来决心 就是他能够普通一切世界 根本超越的那种清明 但是你真的明白这个清明时 当下事实上决心就是如此 当你明白它是超越 是集结器之间的清明处 当下就是你开始能担当 一切气阶的种种 心中的智慧现前处 那叫入法界 为什么叫入法界 你还是感觉是向往 你还是感觉是众生业力吗 不是 法界而已 什么叫法界 如是法就 如是向性体力度 因缘果报本末究竟 法界而已 所以你看到一切世间 一切感受 人我对待 你将来的解释 你都是在法界两意 你是在讲什么法 什么戏 眼睛看色 你知道它是什么法界 耳朵闻声 你就知道在什么法界 见到大山 你就知道大山 带给你是什么法界的作用 见到大水 你就能够知道大水 给你是什么样法界的传递 你虽然活的是过去 你以为感觉的世间 凡夫在法界之中 全躲在世间的感觉 行者在凡夫的世间上面 他看到的是法界 那叫入法界 所以从此以后 你会在心里面 你会念念之间 重新来会 所以重新来会 我光讲前面这一句话就行了 这就是这一会的卷头 二十世尊在世罗法国 世尊 他为什么不说佛 要讲世尊 这个就是入世的之所尊 入世的第一 头首 所以世尊 佛有十种名号 每个名号都让你去体会 绝体中的种种的作用庄严 世尊就要告诉你 他必定能够成就一切世间的 知所尊 也就是根本一切世间感受的头首 你没有这个头首 你哪来知道 你哪能知道一切世间的感觉 决心就是一切世间感受的头首 你本来站在大绝体上 毕奴哲娜 那是根本全体的庄严 可是毕奴哲娜 必定能够现出种种作用 所以在现出 你就似乎就感觉到有一个暴身 那个暴身就是随缘必定能够暴现 那是在绝体中的亲民的暴像 所以你是黑他为你暴 丑打于黑 你是白他帮你丑打明白 但是你要在绝体的暴像 看一切黑一切白 都是绝体的光 庄严都是绝体的光明 就好像流离境 照一切物 一切万物上面都有流离的光辉 所以那是根本诸佛的暴身 可是明明就是这样的暴身 众生躲在感受之中的暴 那就随黑有黑的暴 随白有白的暴 随黑有黑的暴 随白有白的暴 这种暴像的差别 其实再怎么差别 你都没有离开 你根本绝体 他一定为你暴现的暴身庄严 只是你不认 你只是追逐末少的差别 你要真正知道这个绝体时 这个绝体的根本心性之中的无差别的亲民 你是在哪里证得的 你知道吗 也就是华言经中讲得最清楚 你要真正开一个智者 开一个行者的无差别智 你要在哪里开 你要在一切法差别中证 因为你能担当一切法差别处 就表示你真正无差别的智慧 你要在哪里去深入一切法差别制 你能够懂得如是法 如是相 如是体 如是力 能够走入这些差别 你要先明白 一切法无差别 所以一切法差别制 要在无差别中证 无差别要在一切法差别中证 就讲到绝体 讲你真正知道是一切法在根本无差别中证 所以差别当前就是你的无差别体 差别当前就是你的无差别体 那就是世所尊嘛 那就是世尊 因为讲到这个无差别体时 这个念头就要懂得活一点 讲到一切差别处就是无差别体 那同时我讲到无差别体就是一切差别处 一切差别处就是世所尊 所以这个当下你马上就要能够联关 马上要联关 世所尊 在世罗伐臣 世罗伐臣 世罗伐国 世罗伐好像是社会国 但是为什么这边不讲社会 但用世罗伐 他古经典中用字 用到名字不同 对于他的意识 世 我们讲入世弟子 世叫入时 时 实在的时 入时 入时就表示你深入其间 入时 入时 所以他在一个绵字中冲一个字 绵就是他一定能随缘 因为叫世尊嘛 随缘 随缘就像一个宝钙一样 那个宝钙那个发音叫绵 所以他会在每个感受之中 就好像起神照在这个感受里 就像一个宝钙 但他一定能够深入这个感受 所以叫做智 你能够这样子去体会 那叫做是 你能够入那个是 你为什么明白那个是 那个是其实能入时的 就是你的决体 因为你明白了 能够随缘入时 能够入其时故 所以你当然能够看到 在决体上 他就开始什么 能够广罗 搜罗 那是罗嘛 所以你在决体当相 你会知道 他一定能够随缘入一些时 在时中 所以他能够广播 为什么 他在入时之时 他绝对不会被时所限制 被时所限量 限爱 所以他是广播相 所以虽然今天 在黑 只是照黑 但在黑照黑 都是决体随缘的广播 下一念照白之时 他也是入式广播照白 决体也是决 但是他现前处 都是一个一个的决心线 他不可能一时线 你要说决心一时线 其实你认为那叫一时 其实那也叫一觉 只是那个觉的觉相之中 他安布了很多 觉的觉相在里面 你以为叫一时 其实每一个觉相 都是一 就是一而已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时 你就会在入时的 根本的决体上面 你看到 必定那个广播的性德 那是法性之德 那个法 所以你就自然而然 你就会有一念心 就在如是体中 如是性中 如是穿梭 如是运度 那叫法 所以施罗法三个字 事实上你仔细思维 就是讲到佛法身 就是讲佛法身 你一定就在这个国土 这个领域里 在这个智慧的国土的领域里面 叫做国 所以士尊就在这个国中 你就在这个国中 开始讲入法界 你念你之间 都是在这个领域当下 士多灵 他讲士多灵 士多 那起树 但是这为什么讲士多 他为什么不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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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树几孤独猿 那个起托灵 起环灵 他为什么要讲士多灵 因为起环也叫士多 那为什么用到士多 士者叫王也 往去的意思 多 他能够深入一切广博意 多则是一切作用意 但是你虽然能够往一切多 但你绝对不会被多所限制 所以也叫士 所以也叫善士 善士是能往 但绝对不住 所以士有能往向 也有个亡灭向 亡灭叫不住 但毕竟能往 叫做士 所以佛有个名号 善士 但是这个多字 佛门之中 在这个多中 常用有许多 我们遇佛的时候 西达多 西达多 将来补助菩萨 恶意多 你为什么遇佛 要一比西达多 你知道吗 你不能遇释迦 你不能遇什么佛像 不可以 你只能遇西达多太子像 西达多太子 就是决心入世之时 最初的那一念初心 那是童真像 镜子在照射当下 你还没有到射末当下 那一个最中间那个顶上 那是镜体变色之时 最童真 最赤真的 那个作用上面 童真像 那个童真 它是能够为你开显一切感受 叫做西 它必定能够骗入一切缘起 叫做达 所以能够担当一切 一成就 叫做多 就在这一念上 它是踏着七世而来的 所以脚踏七朵莲花 它是九法界 九龙玉水 因为九法界 你要看到 法界现象 就是西达多 这一念童真现前的 你没有这念童真 你还不会到 众生感受最末少的 老的那种感觉 老坏的感觉 其实我们的感觉到老末 就是我的感受老末处 其实都是 你仔细思维 在你心底深处 都有一个童真的西达多像 它处处为你开显一切的 所以这个像 在你用尽你现在的支箭 上级天纪都在支箭中 下级地纪都在支箭中 任何支箭没有出过西达多 所以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西达多 没有他 你怎么知道天上天下是 但是就在这个唯我独尊时 你忘记的视觉 就是凡夫了 所以你要念念之间 就在西达多 正在现天上天下 一切之间处 你念念要沐浴他 沐浴就是告诉你 你是佛 你是佛 你在支箭上目 所以目于西达多叫育佛 那是目在西达多上 将来成就的是你根本一体的法身 本来匹努哲纳的面目 那叫育佛 你不能搬一个佛来目 佛你根本看不见佛顶的 佛你根本不知道佛在哪里 佛现前处就是西达多 你只知道感受 众生有感受中的说佛 你在感受之中你也只认西达多 他就是要你遇你世心之中的最童真相 你不能遇那个佛像 那遇佛叫乱遇 法中都有仪轨的 而且佛你根本不见顶 什么叫不见顶 因为觉你在哪里看觉 觉心无相 就好像静体 静体也无形无相 它不是玻璃不是铜片 你看到镜色时就是静体 你要刻意找一个静体的顶 你在哪里找 你可以找一个静体的顶 你绝对找不到 静体你都找不到 静体都无相 无色无形 绝对也无色无形 现前处就是什么西达多嘛 所以你可以弄一个什么大绝者来误 是绝对不可以的 一定要在误西达多 一定是误西达多 你一定要知道法 因为众生不知道道理 但牧续西达多 都在他八十天中 为他种下将来必定 能解脱的善根因缘 因为你以为他现在不知道 但他已经看到这个像 像将来能够蒙心 可你看错了 你看错了 就表示什么 表示一定安不如是法的人 做如是行的人 他自己也思维不对 都在思维不对之中领域的 这就不是佛 这是西达多 阿易多 阿易多叫古畜 所以阿字叫一切法不生义 义就是在一切法中自在义 多就是能够限量一切义 这讲的这三个字 其实就讲什么 就是世心的最初的原貌 叫阿易多 你明白这个阿易多畜 他历历之间你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决心嘛 你明白了根本一切法不生 因为这个决体从来不生 但是不生时 他一定能够随便能够安应自在 叫做义 因为自在义 所以正在他不生自在当下 他限处就是片线 叫做多 所以你敢担当那个片线 你为什么敢担当片线 我已经知道他根本体中的 根本一切法不生 所以在一切片线处 我就马上收回 就是他根本入世的自在 在入世自在处 马上收回就是他根本一切法不生的阿字 你能够在这个三个字上 慢慢体会 慢慢思维 你历历之间 你虽然体会的是阿易多的名字 可是在你心底补触 却补得你是 直到绝体的名字 那叫补触 所以你一定是在这阿易多中成佛的 没有一个诸佛最初 不是从兜率天下 兜率天就是知足嘛 知足天叫兜率嘛 知足就是世心三美处 就是阿易多现前处 所以佛门之中讲了很多这个多字 所以叫世多 世多也就告诉你什么能够担当一些广博 但是你担当一些广博 如广博之中他讲灵 所以他能够骗力 因为担当一些广博 所以骗力那个灵象 灵目骗力 要世多灵 所以犯行 我们常说修犯恨犯恨 中国字犯恨写得多好 上面也是一个双目灵 下面一个凡 你能够在一切灵力的凡情当下 能够担当 你就是修犯恨 你假如你不能担当 你要想躲避 你都不叫修犯恨 你能担当 我就相信你一定超越凡情 那你要怎么担当 我担当不是哪一个过去众生的知识 说我要担当 我捏在那边 我憋在那边说担当 那叫愚痴 因为你知道绝体 你就能担当 就好像在静色之前 你不能憋在那边说 你要担当静色 你只要知道静体 你就能担当 你只要捏你之间 不断地告诉自己 静体静体的道理 你不断地告诉自己 绝体绝体的道理 你将来就会发现 你居然开始能够担当 所以叫闻思修入三魔地 这个世多灵中 你还发现 他把这个决心讲得多明白 世多灵力已经知道世多了吧 可以灵力处 但是这个灵力处却是什么 却是己孤独 现前恭敬的都是孤独 因为决心现前时都是一面一面 在喜就是喜现前 在目就是弄现前 喜在现一切感觉的时候是单一现前 但是这个单一的现前就是灵目遍现处 就是一切感觉遍现处 那一切感觉遍现处 它却是一个一个现前 决心讲得多明白 叫己孤独 所以将来你就知道 什么叫起数己孤独源 你能不能在这一个一个现前处 那叫老者 那叫尊者 因为一个一个现前处的感受 那就是老相 那元老 元的最初刚刚讲叫阿异多 元老时就是虚达 叫己孤独 就是己孤独 所以那个时候你在任何感觉之中 你在每一个元气老的那种气氛里面 你慢慢都能够体会决心 你已然跟己孤独长者一样 你已经用决心的黄金 在秃你大绝的土地了 它是一块一块铺起来的 它叫黄金铺地 然后在这个己孤独源 因为你念念之间都在这边耕耘 在这边云除杂烩 所以叫圆 你会发现那个发心的像 就在这个地方 开始坚守自己的圆亭 那种云除杂烩 那叫圆 再也不随众生的之间流转 但是这个不随众生之间流转处 它却是能够现出大庄严 那个大 我已经刚刚讲过 能现出一切法的现象 那是大 所以能够安部一切法处 那叫庄严 虫格 虽然刚刚讲到 起处都是一个一个的感受现前 但是一个一个的感受现前 你会发现 它们都是什么 彼此对待 相加而先 所以相加对待就叫虫 然后在这个虫中 念念之间 出入于一切众生 个别感受 出入就是门 门是出入项 个别感受就是门里面那个个 叫做格 叫大庄严重格 所以格字古德讲也叫观 观是中国字 观也就是观 起成种种大观 把这一句讲完 你就会可以发现 中国佛教里面 这一句话已经告诉你 怎么下手了 谁跟你讲没有下手处 你刻意要找一个下手处 那你反而还是什么 还是捉齿怪力 像现在根本不懂得 这念决心的人 在一向下手处 以为在每个感受中 踩的那个感觉 念念在踩着感觉之中 只要专心住在那个感觉之中 就是下手处了 就好像现在学的一些 南传的什么洞中禅 那些都是要前方变的 那个是知道决心 发菩提心的人 发菩提心的人 就叫做知道决心 在决心顶上参的人 不然就是用小胜根基 你是出离心要先前的 你的不静观 这是要前方变要知道的 因为你不静观知道 所以你就有出离心 什么叫出离心 有出离心的人 在任何感受线前处 他已经不会住在感受中了 每个感受线前处 居然都感觉出离 他已经不住着感受 这种时候不住着感受 所以在他接触 沉着成像时 在任何处境接触当下 比如脚中踏地 手中摸东西 他会发现 在踏中 不管感觉的变化 他都念念 在变化的清明处 他念念出离 一直出离到 根本决心大明 这叫做参 小胜法 这叫反尘归根 但是你根本没有过 菩提心的发心 也没有参过 这些出离心 我们凡夫的人 念念之间在家 起心动念都是执着 你一下就跑去参 动中禅 你在那边每天专注 感受感受 我告诉你 用心去逼迫他 逼迫那个感受时 那个感受会起幻觉 像魔术师一样 突然觉得 咦 我怎么脚下踩得像莲花 我怎么好像腾空 有腾云 我告诉你 你已经走火入魔了 那还叫动中禅了 所以禅一禅都认为 他开悟了 几果 全部走火入魔 所以不知道发心 不知道菩提心 不知道学什么都 都是什么 都叫做 花言经中说 不只发菩提心者 修诸善法 全臣摸耶 大众我们请合照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皆供臣佛道 我彌陀佛